因為我們所謂第七類 我們也是我們覺得是這樣 打疫苗當然一個從年齡往下 另外一個是 比較容易被感染的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這公車司機你知道 還有這個我們台北捷運站的這種 站戶人員 會大概有2000到2500人 本週就開始給他打了 因為是這樣 台鐵高鐵有打 甚至高雄捷運都打了 北捷不打實在是沒有道理 所以我們也是比照辦理 另外是公車司機你知道 每天這樣載這麼多顧客也不確定 我想還是有需要 所以我們公車司機跟捷運 那個站務人員 因為實際上捷運的工作人員很多 那就跟民眾有接觸的站務人員優先處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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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